你們一開始學Word 當然我們古時候的人一開始 是學DOS作業系統什麼PE圖的 然後你就要知道把你打的字要刪掉 你們知道把你打出來的字刪掉 以後拿幾個劍可以幫你把字刪掉 你不可以什麼把它反白 然後再開始沒有 我剛才沒有說我們一開始 你的作業系統是在那個 就是在DOS的系統下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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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個滑鼠瑜伽 我剛剛有 那請問你要怎麼樣弄 當然其實還是有啦 我只是故意這樣講 因為你可能如果回答什麼反白 再按右鍵 然後選刪除 我要問你不是這個 我要問的是在鍵盤上按鈕 有三個大家知道嗎 你不要只想到一個就停止思考 好大家都會吧 有一個就叫Delete 對不對 對這個詞就叫Deletion 這就叫Deletion Delete 有沒有人知道Delete按下去 跟Bank Space按下去有什麼不同 對 其實一個是後面的刪過來 一個是往前刪 你知不知道Space也可以當作刪除 你知道嗎 Space 當你按Space的時候 在這邊你按Space 它就會這樣空格過來 中間的全部會相較 後面的不會被拉過來 這個也不會被散過去 但是你們的鍵盤 你們的軟體現在沒有這個效果 因為它直接幫你按了Insert 這樣有人知道我來講說 大家知不知道電腦鍵盤右邊是方向 它右邊是數字 在這上面有什麼On End Delete 還有一個Insert 知道嗎 它部分那個Insert都是已經直接幫你按 所以你按空白鍵 是不是東西一直被推到後面去 你知不知道你只要把鍵盤的Insert按一下 你把這個Insert Insert就是插入的意思 你把這個插入刪掉之後 你只要按空白鍵 它就會把字刪過去 當然怎麼知道用過位吧 有人遇到我剛剛講的狀況嗎 有人在打字的時候不小心按到 啊我的位置壞掉了 怎麼字一直把後面的疊 你應該一打進去會插進去 旁邊的字會往後推的 對啊 所以你會發現沒有 一打就一直Override 一直蓋一直蓋一直蓋 對 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那只是現在的都幫你直接按了 那個插入 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應該現在弄個單槍示範給你 我也不對 那不是我該教的東西